大家好,我是Den 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这位妄想着末期的哪样私生犯 霸个蛋 他不断地想象他跟哪样的关系 认为自己跟哪样是互相相 甚至还乘坐了与哪样同一半飞机等 真的是非常恐怖恶心的一个人 当时结尾P娱乐也向法院申请了 禁止接近处分等提告了他 而之后因为发生了疫情 他也就没有再来到韩国 但是他有一直在自己的IG YouTube频道说 等疫情过后一定会再来韩国找哪样 找哪样 然后他真的来了 9月22号是Twice哪样的生日 他今天上传了庆祝哪样生日的影片 而这个影片最让粉丝们惊悚的地方是 本以为一直在德国的他背景竟然是韩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的内容 哪样生日快乐 哪样我是真心的爱你 今天是你的生日 希望你能快乐 哪样为了给你惊喜 我终于来韩国了 因为你没有跟我说 要我在德国等你 所以我认为现在是为了能让你幸福 我来到韩国的最佳时间 打烊我为你带来了两个小生日礼物 正在寻找送给你的方法 我不确定你是想在哪里 什么时间怎么样与我见面 但是我在韩国感到有点寂寞 我的联系方式会一直在影片说明栏 哪样我希望你能因为我来到韩国而幸福 因为对我来说来韩国真的很困难 哪样我真心的爱你 真的真的很想你 然后再次祝福你的生日 哪样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他都现在还这样 真的很惊悚 都已经多久了 疯家伙真的又来了 且外皮娱乐好好保护哪样吧 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怎么办呢 我去他的youtube看了几个影片 他是真的一个疯子 真的很担心 之前不是说这个跟踪狂一入境就会被逮捕吗 是怎么进来的呢 如果去twice宿舍的话怎么办 禁止入境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看我们国家对跟踪狂的处分的话 应该是不可能吧 哎哪样会有多不安呢 最近一直发生很多跟踪狂事件 警方处理的都是纳夫德行 更何况是外国人的话会好好处理吗 公司也不能说24小时保护他 现在在韩国的话能逮捕他吧 这种机会不会再有的 疯子 这个是真疯子 疯子去精神病院吧 大家知道吗 最近在韩国发生了很多跟踪狂导致的事件 什么我是真心的爱你 所以我得不到的爱别人也休想得到 这种脑子有病的人实在太多 所以他的这种状态 对哪样来说真的是非常危险 真心的希望 节外批娱乐能重视这件事情 对于哪样德国私生饭 重新来到韩国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管怎么样 哪样生日快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很可爱的天文 来调整一下心情 八个蛋 八个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